来关注商业新闻 昔日影像大王科达此前宣布获得美国政府 根据国防生产法案借出的7.65亿美元贷款 双方合作生产纺制药、药物成分 以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 特朗普认为 科达能够以既有成本竞争力又环保的方式制造原材料 保证25%美国纺制药所需原料药的供应 科达表示 公司计划用这笔贷款成立一个制药部门 并将按照美国食药监局的要求 生产被认定为必要 但已在美国陷入长期短缺的药品成分 然而近日 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表示 科达与美国政府达成的价值 7.65亿美元药物原料贷款协议已被搁置 原因是最近有不当行为的指控 一位科达CEO吉姆·克伦扎 在贷款消息宣布前买入大笔股权 据了解 除非这些指控被证明是不存在的 否则不会采取进一步行动 受此消息影响 美国时间8月10号 盘前科达就下跌最高超过40% 并在盘间宣布暂停交易 当天美股开盘后 截至8月10号晚 科达股价下跌超过30% 现股价为10.21美元 以上新闻由南方都市报博报 更多内容请查阅南方都市报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